心灵蜜豆奶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刘群茂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 重新定义失败 天下杂志有篇关于 重新定义失败的报道 文章中说到 人们在遇到失败的时候 许多人会选择责怪他人 然后归咎于某种情况的压力 而只有少数的人 会真正诚实地反省自己 并且知道自己 也应该负起责任 作者接着说 失败的确会使人觉得无力 痛苦悲伤 但在重建自我之前 也不要陷在负面的权势中 更不要说出 我的工作失败了 我在这一行大开 永远找不到工作了 这种负面的话 我们不要说 因为负面的话 会让人降低受挫力 使得下次遇到失败时 更容易一蹶不振 那面对失败 该用什么态度来面对呢 作者用美国职业 网球运动员金恩夫人的故事为例 他在输掉一年一度的网球大赛后 竟然挥动着双手说 我简直等不到明年了 明年我一定要这样的打 因为我知道我错在哪里 他的反应就是 重新定义失败 金恩夫人已经纠正自己的错误 他浑然忘记失败的负面感受 而是基于再度上场 这样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 失败确实可以无情地把人打垮 但是如果运用得当 也可以因此产生一种 无人能触及的内在力量 像是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著名的外国通讯记者席勒 在他被解雇之后 经历了整整12年失业的黑暗期间 这些年他非常艰苦地养活家人 同时在外显得一事无成的同时 他却努力不懈地写作 终于出版了《第三帝国新王录》 这本美国历史上畅销最久的书籍 他说到头来被哥伦比亚解雇 反而是一件幸运的事 我因此有机会去做一直想做的事了 亲爱的朋友 你也是一位懂得重新定义失败的人吗 如同文章中提到 若能用正面积极的态度 从失败挫折中走出来 你将会重新发掘自己的潜力 开创一条新的出路 在圣经中也有很多曾经失败过的人 甚至是非常严重的失败 但即便如此 上帝人爱惜怜悯 并且愿意使用这些失败过的人 其中一个就是使徒彼得 他神经三世不认耶稣 甚至发受启示不认耶稣 但当耶稣复活以后 不但没有责备彼得 反而是三次对彼得说 你来牧养我的羊 这让我们看到 上帝不是只使用完美的人 上帝更使用生命有污点的人 因为上帝对我们有无限的期待 上帝总是给我们第二次的机会 而最终彼得被耶稣恢复 成了伟大的使徒教会的领袖 亲爱的朋友 上帝是慈爱良善的神 上帝会重建我们 恢复我们 在圣经中有一句话说 忘记背后努力面前 这里说的是 不管过去的你 多么的失败不堪 但这些都不是问题 重点是 你需要从失败中有所学习 而上帝也能在我们的失败中 让我们再次得胜 重新站起来 今天愿上帝祝福你 帮助你有个全新的眼光 看待失败 使你有信心再次站起来 迈向上帝为你预备的美好未来 忘记背后努力面前 向着标杆直跑 亲爱的朋友 如果您喜欢这支影片 邀请您于YouTube频道搜寻 心灵蜜豆奶 并按下订阅 领受更多祝福和生活的智慧 以上节目由中广流行网 罗娟主持的早安EasyGo节目直播 全国广播 环宇电台 好家庭联播网联合播出 夏凯纳林良堂 祝福您有美好丰盛的生命